Wilson問2319,他之前是看建議買入48.2 但看到這幾天就不斷跌,是否要止蝕呢? 可否上回他買入價? 我不擔心,最主要是因為之前的時間 內地又說到有些政策或消息,例如不可以做高端奶 又要戶合一些紋身,令這一批的板塊掉下去 但是如果以蒙牛的發展去看,發展的大方向又不差 所以反而我覺得之前這一類的消息就不需要太在意 而且始終你看到這一批,我們說其實沒有 內地製品業那些,這一批 你作為龍頭的板塊,有一定的日價 所以我覺得這次反而不害怕 假設真的跌下去大概45元這位置的話 我反而建議可以再加住 這位置很明顯都挺硬正的 所以現在有火先拿出去才行